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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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儿子 你找到工作了吗 那你 你最近找美洋谈过没有啊 不是 妈 你那有钱吗 钱 你要钱干什么呀 我现在有个特别好的机会 投资 我需要钱 你身上有多少钱你全都给我 我回头安理银行 两倍利息给你 好吧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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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一投资不就又打水漂了吗 有什么事你给我准备吧 不省心 妈 真不省心 真不省心 你今天去郑海了 有点事和段总聊了一会儿 你跟郑海的段总很熟吗 还可以吧 以前我在郑海的时候 郑海是我们的大客户啊 美可 你知道吗 我想让你来操盘我 国内广告公司这个想法 一直都没有变过 这个位子 一直是给你留着的 公司一旦开始运营 如果想和郑海这样的公司 来抢夺市场 最需要的就是郑海这样的大客户 来打开局面 树立口碑 罗马城又不是一个人建起来 你公司刚成立 就想吞下郑海这么大的客户 太不现实了 还是得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 从一般的客户做起 逐渐打下基础 累积实力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这个公司 都迅速地扩大 壮大起来 你知道虽然 华盛是跨界投资 但华盛不缺钱 可能别的人有办法吧 但是 我从郑海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的经营理念 从来都不是钱 是人 如果 我们把郑海整个班子挖过来 坚持多不少 挖人强巧啊 釜底抽薪啊 这可是职业经理人最大的机会 这也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来 职业道德 现在值几个钱 你只要能把班子搭起来 客户拉过来 我答应 除了年轻之外 我可以给你公司百分之十的更多 陆总 咱们今天如果只谈工作的话 我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你看 你看 别别别 我这不是也是随便聊 顺口就聊到这儿了吗 那肯定是 以公事为辅 私事为主 我今天有点累了 送我回去吧 我今天有点累了 送我回去吧 你睡了 你睡了 你说这夏凡 她是有无赖吧 她又那么一天一天地捉腾你 你跟她躲着也不是个事啊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 我给的人道毁灭啊 孟欢 你说你心理医生 你给我支个招 我该怎么弄 其实吧 现实问题 心理医生也解决不了 我在这儿住一段就搬走啊 等到下班这死然打劲过去了 住 可劲儿住啊 小凡 你犯人悔悟了啊 又要改协正了 是不是又要好好踏踏实实做人了呀 是 而且你还想让我帮你找份工作 在你人生的这个转折点上 让我得帮你一次是吗 我就是这意思 亲爱的 这个事吧 那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呢 你别想了 你这次帮我一回好不好 好了好了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答应帮我了 还好 你觉得我脑子上被驴踢了是吗 下班 不是 丽雅我这次没有骗你 那你骗我爸也不行啊 我没骗他我骗他干吗呀 我 我这次真的是想让你再帮我一回 没人 装 你再装 真不知道当初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绣发疹 不是 二位大领导把心放在肚子里头 踏踏实实的 我这就安排下去 保证啊质量最好 速度最快 有你这句话我们就踏实了 好 那咱们撤吧呀 对对对 算都安排好了 别别别别 天总 张总 怎么往一来怎么叫做 不是 很好 公司还有能事 那行 您慢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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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您刚才下班来找我呢 他干什么 他说他有什么浪子回头 踏踏实做人 托我给他找他工作 答应了 才没有呢 我还来不及呢 没看我就没让他进来吧 就怕你眼神又甩不掉了 不干什么啊 从今以后绝对不许理他 他要是敢再来找你 腿给他打折 好吧 别生气了 好吧 别生气了 夏凡 是你啊 有空吗 有事跟你聊聊 上车啊 我不管你说我现在吧 是 是走的后路 我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躲着我 跟躲门神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停地骚扰美扬 美扬是我孩子妈妈 什么叫我骚扰她呀 你还知道她是孩子的妈 你就会不停地跟她借钱 不停地把自己的困难 转交到别人的身上 这就是男人的座位 不是 我也没办法啊 我也想做生意做个大生意 赚一大笔钱 带我妈 带老婆孩子 过好日子啊 那我有本金吗 我没有本金啊 我就想出门找个工作 好好踏实过日子 别人不是嫌我没经验 就是嫌我年纪大 工作我也找不着啊 人贵自知 你觉得你是做生意的料吗 不是 张红星 你今天叫我过来 是为了想羞辱我是吗 那我就算了 我也没那么闲 我就想知道 如果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你做吗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成不成我不曉得 但你愿意好活干吗 我可把话说得前面啊 咱这儿底薪不光啊 赚钱都得快提成 但中介这行没别的 腿琴嘴琴就能赚到钱 你啊 你啊好好干 明天正式来上班 这是我们的业务流程 你先熟悉一下 有什么疑问啊 可以再来问我 我去看我吗 同学啊 等我聊一下 老许 谢谢你啊 多年朋友了 应该的 我看你对这个夏凡 挺上心的 什么关系啊 也没听说你有这么个亲戚啊 就是朋友 你可得跟我交个实点啊 好业务这回人员流动太快了 需不需要特殊照顾一下 你开始办吧 等帮着帮一帮 你开口了我这没得说 不过咱这行业啊 算是个新的事 他呀 又没什么经验 至于到底能不能干下去 还得靠他自己啊 是 我知道 总是谢谢你 叫我欠你个人钱 这里有点钱 你先拿着 你刚入职不肯移植工资 我知道你什么不方便 先拿给我 那这就算我要借你吧 我给你打个欠条 不用 我希望你为了目的好好干 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别的就不说了 对了 对了 不用关门了 是 那谢谢你了 来 安主 我一个很不好的商业要告诉你 怎么 她还是要告我吗 这个月的百分之十 我都已经还给她了 她还想怎样 我说的是 关于你向地下钱庄 借了那个六十万美金的事情 我知道 所以现在有陌生的电话 打过来我都不敢接的 我只有跟我前夫复婚 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我只有跟她复婚 才有权力变卖房产来还债 我要留在中国 也必须要跟她复婚 拎在她以后有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 必须要想办法留下来 那个可能 是你目前最好的爪子吧 好 秋莎下班了 你怎么来了 我在旁边逛街 看你快下班了 过来接你啊 你也太客气了吧 咱们俩一块儿回去 出商入队的多幸福 来来来 麻烦 这是公司 不要喇喇吹吹的 逛了一天了 累了 服服都不行 电影院要好看的电影 快去吧 你帮我一块儿去 快去 逛中 Wheel 你干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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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内部翻来覆去睡不着 怕把童童吵醒了 明天不是还得上学吗 那你去客厅去啊 妈 妈 妈 你 你在那儿干吗呀 你怎么没去上班呢 等等你跟你说事 说事 家里不好说 这鬼鬼祟祟的干吗呀 家里什么不方便 你看啊 这个陈晓琳她待下去 就没完没了了 咱们得想个方收拾她 我觉得吧 你先去我救治家待几天 咱们现在用的这一招啊 叫空城计 什么空城计啊 对啊 你想想看 你不在家 通通住校 她一个人待在家里面 以她的生活自理能力 待不了几天 她就该走了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走了 我 我们都走了 你住哪儿啊 我 你不用担心我 我有办法 那好吧 只能这样 妈 妈 张不星 你有什么没有啊 你这是给我唱空城计呢 想饿死我 没门 喂 外卖吗 我想点一个蜡炒花的啊 配个麻辣小龙虾 你那儿有面吗 行 你给我来个最快的吧 怎么 你要在线支付啊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刚回国 只有美金 你 你只能扔明币啊 你等等我回去找找啊 有人币你等一下啊 等一下我回去找找 你给我币我找找 好好好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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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快给我坐吧啊 扎紧点啊 好 好 几十年不变的老花招 想饿死我 没门 加速 加速 右边 右边 来 临时宝来 给你添了很多麻烦的 是 我也是临时想到 不好意思 既来之则安置啊 既来之则安置啊 只不过呢 你这么突然上来 我还有点措手不及 威卡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 索菲亚 我在PHA已经工作了十三年了 坦白地说 在这种固定的环境 和运行模式之下 让我个人的发展 走到了一个平静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 换一个环境 换一种模式 来激发我对工作的热情 想好了去哪儿吗 没有了 我现在特别享受我 这种放空的状态 业界还在盛传 你准备去华盛新开的广告公司 威卡 其实无论是代表总部 还是代表我个人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回到PHA 所以你有任何的条件 你现在可以提出来 公司内部提拔的人选 总部不满意吗 公司的那几个人选 你不比我清楚啊 你不也在PHA和Lily身上 犹豫了很久吗 所以最好的结果 就是你能够继续留在公司 掌管大局 为此我们抱着最大的诚意 我可以跟总部申请 继续给你半个月的假期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目的谁啊 后面去睡吧 妈 来 儿子 你不睡了吗 怎么又起来了 张叔叔不也没睡呢吗 大人睡得比较晚 但我们马上也要睡觉了 儿子 张叔叔家呢今天有点事情 他想咱们这借宿一晚好不好 不行 老实说了 男生不能和女生一起睡 对 那张叔叔家有事啊 你让他睡哪儿去呢 我不管他睡哪儿去 反正他就是不能睡咱们家 目的 你说得对 时间到了是该睡觉 好 很晚了 那张叔叔走了 你早点休息啊 走了 拜拜 好了 改天见 是 妈妈 介绍您的入住主书 您的办理好 您的房卡请收好 谢谢 好 这都几点了一个个都不回来 躲着我 躲着我 中心算你狠 跟我斗你还嫩着点 彤彤 彤彤 出什么事了 你在干吗 你不在学校怎么在家呀 我没出什么事啊 老师没跟你们说吗 我从今天开始来 就不住学校了 我就接了你老师电话 才回来的 好好的 为什么不住学校了 你是不是又犯什么错误了 没犯错 我们学校虽然是寄宿制的 但是它不代表 所有人必须住校啊 也可以学到走读的 我可听你爸说了啊 要走读必须家长签字 你别骗我 我知道 妈妈已经把我签完了 所以说呢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一名正式的走读生了 这 程晓琳太过分了 你做这样的决定 有跟我们商量过吗 礼服的接送吗 程晓琳你说我吼什么吼啊 可小哥女儿都待会儿有错吗 再说了 这回来是彤彤自己的医院 我必须要尊重她自己的意愿呀 我还没说你呢 那彤彤从国外回来 你就把她送到学校起来 关起来了你 你不用管了是吧 方便你谈恋爱了吗 你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爸爸 你胡说什么呀你 妈 你 妈 你 妈 你们 你们要不就怪我 我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妈 谁 你没事 妈妈 我好 这净水楼台不得不放 李丽姐 您找我过来商量什么事啊 维卡的假期延长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维卡正在考虑回不回来 或者说 她正在判断什么时候回来最合适 你想想 半个月之后 那会是什么时候 半个 对啊 到时候自然界的案子就接近收官了 这事不管干得多漂亮 只要她维卡就回来 业绩就会算到她头上 那我们不是又白忙活了吗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休想得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 聊得来才能在一起合作吧 是吧 不必那么假惺惺地去去尊敬别人 你看那个张慧欣 他这方面他就做得非常好 他EQ高啊 他是很聪明啊 跟他比起来 我这些年在公司算是白混了 也不见得 你什么时候能够觉醒啊 你什么时候把自己给找回来 就在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找回快乐 找回自己 谈何容易啊 这世上有这么多 成文不成文的规则 其实遵守规则 那是为了要取悦于别人 在我看来 我的态度就是 你只要不伤害别人 你怎么着都可以 爱这么做就行了 段总 今天跟您聊天收益匪浅 谢谢您 别别别别 咱们现在又不是在谈公事 别叫我段总 叫我老段 那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啊 你那么叫我听得舒服啊 就这么叫 好 老段 维卡 老段 维卡 有没有觉得一下这个红沟 就没了 是 特别亲切 是啊 你也没那么老啊 你这儿在干什么 玩呗 你又不陪我玩 我就自己玩呗 你 这话说得有意思啊 这整天不招家的 你叫我 叫我怎么陪你玩 你有钱同意在哪儿 到那儿啊 就让我感觉到 心灵被净化了 陪那些小孩玩 他们开心 我也开心 他一开心呢 觉得自己的年龄就 年轻了好多 我看您不是去为了那些孩子 去去去去去 胡思乱想什么你 不要我问你啊 之前 行 我要你从那个 PHA界里面撤出来 你死活不肯 那现在有几天你不出现 你脑袋瓜里在想什么 又 您在PHA界也有些人 我还能想什么呀 想着怎么能就是我唯一 这么说您也察觉到 这PHA界有凌乱 这么敏感的时期 只有那个傻子察觉不到 不过呢 我现在还不能出手帮忙 我现在要是帮忙了 就让别人知道 我是怎么想的了 我要看看对方 先怎么出牌 想得还真周到啊 不愧是我的女儿 那你看 来 陪我玩 这个应该是装在这儿吧 来 什么 你再说一遍 直接进来吧 不用关系 这就是我说的房子 南北通通 特别长 地板 请指 开单进进 那边是厨房 那边洗手间 四卧 这个 主卧 这家房地板 还有墙壁 干干净净的特别好 关键是洗手间和厨房 什么东西都有 直接可以拎包住住 特别方便 您好 别慢慢看 我接个电话 你觉得房子怎么样 还行 去洗手间看看 那边 喂 喂 你在哪儿 我陪客户看房呢 在什么地方 把地址发我 什么事啊 见了面再说吧 我马上到啊 什么事啊 快走 上车说 你怎么了 你到我去哪儿了 去机场 机场干吗呀 妈病了 得赶紧回家 我妈病了 安息 妈从昨天就开始一直昏迷 到现在都没醒 下门 你怎么到现在 在同居我们啊 这不是刚查出来吗 妈半年前 就觉得一致一致地胃痛 刚开始也没在意 后来在我们县医院 检查了一下 医生建议她做胃镜 妈不同意 只做了个闭嘲 当时呢 也没查出来什么大问题 就说是个肠面眼 要是她多跑几家医院的话 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还非让我瞒着你们 怕你们担心 妈总这样 那她现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吗 不知道 我只是告给她 长了个瘤 是良性的 窄了就好了 那姐 她现在怎么办呀 这是医院的通知单位 医生建议马上手术 说采取微创治疗的方案 如果病人加速签了字 明天一早就能安排手术 这字我觉得还是 儿子签着比较好 什么儿子 女儿 都这手了 赶紧签字吧 快签啊 夏凡 我还跟你说个事 咱们家是普通农民 妈为了省钱 没有补交那个医疗保险 这几天中约 全滑得我都撑不住了 不是 姐 这怎么可能呢 妈不是刚卖了房子吗 为什么不拿卖房子 钱治病啊 我当时也这样劝她的 可她就是不 她说这钱要留给你 留给我 妈说你离了婚 现在又没个正经工作 以后迟早会出事 这钱都是留给你以后 走投无路的时候 应急用的 你谁要不要赌这个钱 要多少钱 大姐 大概五万多块钱吧 这钱我来出 文心 你干吗呢 给你炖了鸡汤 好好补补啊 你会炖汤啊 为了你 我就不能改变一下了 怎么样啊 你这是拿死卖炎哪 有这么咸的汤 很咸吗 我说妈 你妈今天怎么着好心 要给我炖汤 感觉是在这儿等着我的 这汤又变成我妈炖的 这事可不能怪我 这是你妈没安好心啊 头计不成十八米 你拉倒吧 我妈妈会炖汤给你喝 你再去学一学吧 自然计要换工品 你最近一直加班就在帮这个呀 对不起啊 我要忙工作 你去陪彤彤彤啊 好 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你不一会儿你要休息等会儿呢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是不是非得逼我让你去住酒店 住酒店也没什么呀 我给你拿钱 好 很抱歉啊 你这带走我的路要上线 真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不信你 我给你带走 王阿西家属 杉安医生 我妈怎么样了 手术还在进行中 现在的情况 必须和你们家属要说明一下 通过树中的活检 肿瘤的扩散与生长 比我们预计的还要严重 V创手术 已经不能达到治疗效果 我们分析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病人耽误了 最佳的治疗时间 大夫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病人的病情 已经相当地恶化 我们推荐采用开服手术的方案 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 很可能会导致 癌细胞大面积的扩散 缩减病人的寿命 大夫 请您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它治好 做手术也许会延缓病情的发展 不过这还要看 病人各方面其他的情况 还有 我要提醒一下 手术是有风险的 开服的手术的难度 比微创手术的难度要高 手术难度的增加 也会相应地增加费用 大概有多少钱 大概会追加一倍左右的费用 费用的明细 你们可以到护士站去查询一下 这么多钱呢 大夫 钱不是问题 只要把病能治好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谢谢啊 小凡 别这样啊 小凡 妈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会好起来的 你说你这样 她看你会很担心的 我在这儿等我妈出来 你 天生一堆更好 嫌傻旁人的骄傲 谁也不动摇 这一切是我想要 亲吻亲手拥抱 到你爱了有多少 人海漂流中期待 你我常在 相约再见的未来 就算年年月月晚晚早早 等相遇来的 爱如平淡却这样好 天生爱人 还是匆匆忙忙来来帮忙 爱你不知道 幸福来临前欲章 你怎么会是人 你怎么会是人 我怎么会是人 动情一刻很描 你我之间都知晓 快乐翻飞似海洋 浪漫这几秒 真爱它已经来到 想要纷纷渺渺暮暮暮暮 存在你心上 忘掉曾经一段苦恼 邂逅美好 我推着跌跌撞撞自分扰扰 灵魂却向你开放 爱都默认 也无据紧张 就算年年月月晚晚早早 等相遇来到 爱若平淡却得仰寒 天生爱人 还是匆匆忙忙来到晚晚 爱你不值得 幸福来临情欲章 尘埃乱定奔大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